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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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海之北 焦东半岛南部 这里是位于山东省海洋市的昭虎山 主峰海拔549米 与中原动辄千米的山峰相比 昭虎山或许显得微不足道 但在这座山下却深埋着一个被掩藏了千年的王侯之梦 嘴子前古墓群地处昭虎山北路的嘴子前村 伴随着一系列考古发掘的深入 这处古老墓群终于告别了千年孤独 以其瑰丽多彩的金氏国宝和波掘云轨的墓主身份之谜 吸引着后人络绎不绝地来探访 这里是海洋嘴子前春秋古墓群出土文物专题陈列 在今天的海洋市博物馆二楼 陈列着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美展品 其中的一套编珠最为引人注目 这是四号墓出土的边筹 据周礼春宫小续中记载 诸侯三面用筹称为宣宪 清大夫两面用筹称为判宪 室一面用筹称为特宪 由此说明边筹的数量多少 与身份等级地位是有直接关联的 与九件边筹同出的还有七件列顶 以及诸多的青铜重器 这些无不体现着古时王侯级的三藏规格 但在史书的记载中 焦东半岛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 并没有获封一王一猴 那么这些器物的主人会是何人 不同寻常的七顶九珠 代表的到底是尊贵的王权 还是延续数代的野心 两千多年前 发生在中原大地上的一段传奇故事 被尘封在这些钟顶之间 两千多年后 考古队员正在用手铲 扣问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这里是焦东半岛南部的海洋市嘴子前村 眼前这一处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工地 却在1978年突然备受瞩目 当地农民在这里耕地时 无意间挖掘出了一座古代木葬 出土大量精美器物 经考古专家断定 这竟然是一座春秋时期的贵族木葬 在1978年的时候 临近年关 当时农村就是非常缺烧材 然后老百姓在平时 在这个地里耕作的过程中 就发现有一些大木头露出来了 于是有一些农民就结伴 去把这些棺果的木头就掀出来了 但是没想到掀出木头带出宝 这就是后来被我们编号为 一号木的木葬 后来到了1985年的时候 老百姓不断地从这个小土山上 还在继续取土 就在搬取泥土中 还又有一个木葬发现了 海洋县博物馆 就对它进行了清理 后来被编号为二号木 然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这两座春秋古墓的发现 只是故事的开始 接下来考古工作者又在附近 连续发现了多座同时期木葬 并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 这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 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周王朝统治时期 中原地区的文明已经相对发达 但是当时的焦东半岛地区 却仍然处于相对蛮荒的状态 周王朝建立之初 曾经派对周王氏伐商有功的江太公 在林兹建立齐国 阻挡生活在焦东半岛东部的 蛮夷部落的侵犯 在当时焦东半岛地区被称为东夷 实际上东夷这两字 它是相对于中原而言 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来说 它因为四字四个方向的 都是相对来说都属于边疆地区 东部它称之为东夷 它是南面它称南蛮北敌西戎 也就是相对于中原来就是说的时候 它这是就是那个东夷地区 那么为什么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蛮夷之地 会出现中原贵族的墓葬 墓主人为何会选择 在如此荒凉的地方下葬 一连串的问题从墓葬群涌向了考古工作者 吸引他们一步步走进海洋 从水字前古墓群去探寻其中的秘密 古墓群所在的位置位于海洋市水字前村的北面 据当地村民讲 这里曾经是一座黄土小山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 为了整修农田 村民将这座黄土小山的大部分黄土挖走 如今这里只剩下少部分土堆 但仍然能够隐约看出当年这座山丘的规模之大 据那个老百姓描述当时这个小山的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那个黄土小山 就是应该是这个墓群的整个的风土 并且这个村呢就是这个小山很特出 其他山上的土都是沙石土 而这个小山的那个土壤呢相对比较纯净 基本上就是比较纯净的黄土 我们推测是墓葬埋葬之后 是从其他地方搬来的那个土堆砌在这场的 和当年考古工作者推测的一样 从1978年到1985年间 他们陆续在取走黄土的地方 发现了两座墓葬 墓葬里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包括二十多件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中有顶和边中等 他们精美绝伦 外形庄重典雅 经过考古断代和文物考证 证实这几座墓葬的主人 应该是春秋时期的高等级贵族 他们会是谁 在1959年的时候 在发城镇上上渡村 也出土了一批青铜器 当时推测这批器物 就是逃难的贵族路过此地 然后无意中埋下的 所以到1978年的时候 嘴子前一号母和85年二号母 发掘的时候 大家不难和上上渡子批青铜器 就联想起来 也有这种推测 就说这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梦葬 它是不是也是逃难贵族 留下的遗物呢 难道嘴子前这处古墓群 正是当年中原贵族 在逃亡过程中留下的吗 史书中没有找到确切的记载 考古工作者也只能通过 零星的考古发现来推测 正当他们为焦东地区 出现高等级贵族墓葬 感到疑惑的时候 接下来1994年的发现 更加出乎他们的意料 1994年的一天 嘴子前村的村民们 像往常一样在田间牢促 突然 一位村民在田间的小路旁 发现了一块 已经暴露出来的 方柱形墓果墓 村民意识到 这里有可能是另一座 未被发现的墓葬 于是马上报告了 上级部门 其实就是当地的民风物 我们一直认为 就是民风非常淳朴 包括就是第一个墓葬 一号墓被发掘的时候 就被老百姓 等于是破坏的吧 不是有意的破坏 因为他们当时是为了 挖木头 我们下去征集这批文物的时候 就对老百姓进行了文物保护法的相关宣传 就是宣传的就是说的 地上地下文物应该收归国有 所以当时村里的百姓也非常的配合 将他们已经拿到家中的一些器物 如数地归还出来了 由于之前已经发现过多座春秋时期的贵族墓葬 嘴子前村这个线索 立刻引起了有关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 很快 一支由当时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和海洋县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 进驻嘴子前村 对这座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高精平曾任海洋市博物馆考古部主任 他是当年参与发掘嘴子前古墓群的考古队员 即便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但高精平对于当年那次抢救性发掘的 种种激动与疑惑 依旧记忆犹新 94年的春天一开春的时间 我们就接到这个电话 曾有了一个电话 老伯星又把这个木骨的木头 他说是灌木挖出来了 就赶紧去看看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 当时就骑着自行车 跑了四十多里路 去了一看就知道是过木 就是放着这个左木 跟以前发现的七十年代的左木是一样的 考古队员展开抢救性发掘的 是后来编号为M4的墓葬 长约七点三米 宽六米左右 这是当年嘴子前古墓群中最大的一座墓葬 所以在发掘之初 考古队员就对他寄予厚望 希望可以从中找到有关这批贵族的身份信息 很快考古队员就有了重大发现 在M4墓葬发掘工作开始的第二天 他们就在墓葬的北侧二层台上 发现两个被草席包裹住的墓架 说是北面二层台就比较深 他不这个阴木就交给我了 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 很质疑的就是庆栗 修台和这个猪签修稿 这是我的工具 就是终点的这个北面二层台 当时我就发现这个 由于这个横量上一种 就跟木头一样来修来的这个痕迹 并且有红底和合味的一些棋皮 在这儿的密土上非常行 当时就是瓦出来以后又非常漂亮 考古队员按拿下心中的激动 继续小心翼翼地向下发掘 不过遗憾的是 第一个墓架下空空如也 没有悬挂任何器物 那么装饰如此精美的墓架 又是作何使用的呢 由于是抢救性发掘 考古队员必须争分夺秒 他们来不及仔细思考 开始发掘第二个墓架 随着手产一点一点向下试探 一个奇特青铜器的顶端 慢慢浮现出来 我用这个猪切一拨一挑 吃了一个就是跟粉丝一样的 这个颜色非常醒目 我当时就使用是绿宋师 我是手指的根儿娃娃以后一开 哎呀这是青铜器 当时这个心就开始碰碰 根本想不到碰碰跳 我就喊我喊令指引 过来以后一开 他朋友说 你这则是什么 我说是不是策马七 说不对 你继续清晰 这可能是编中 M4号墓葬编中的发现 瞬间点燃了整个发掘现场 考古队员开始 按照墓葬自身的层次 从上往下发掘埋藏的编珠 从考古队员当年拍摄的 这张照片上可以看出 七件编珠 呈一字形排列在木架下方 但是中间明显多了一块空白地带 发掘工作进行的后期 考古队员在中架底下工作的时候 意外发现 靠近中架位置稍高的地方 竟然还有两件小编珠 这就意味着 考古队员原来认为的 七件编珠增加到了九件 编珠在古代用途非常广泛 祭祀 宴会 征战等活动 都需要使用编珠 在西周时期 编珠就是高官显贵的代名词 经专家鉴定 最之前古墓群M4号墓葬出土的 九件编珠都被校正过英律 这在以前交东半岛地区的 考古发现中非常少见 但是墓葬中多出的两件编珠 却让考古队员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 无论他的用途如何 在当时的礼乐制度下 九件一组的编钟 肯定不是一般人可以享有的 在后面的发觉中 更令考古队员感到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这个地方 这张缺缺多多的这个鱼器 你想想这些绿胚啊 这些鱼器啊 都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些驴区系的 这个管 在M4号墓葬的头箱里 他们发现了包括顶 壶 盆 盘 在内的大量随葬青铜礼器 仔细清理 其中的青铜顶 居然有七件之多 其余的相同鞋就是 在铅头上里头 都在头上里头 完全都这么 有点 现在看 就有点 就是一种 重重的下葬那种感觉 大顶 小顶 就这么对了 弱了一点 他这么四把他都买卖了 你都拿一件 就拿不起来那种感觉 西州时期 统治者为强调森严的等级差别 将顶的不同数量组合 赋予特殊含义 标明官次等级 据史书记载 周朝的礼制里 有明文规定 天子下葬 用九顶的陪葬规格 而诸侯国君 用七顶的规格 这是否意味着 隋葬七顶九中的 M4号墓葬的墓主人 是当时的某位诸侯国君 史料典籍中从未提及 曾有古国在嘴子前村 所在的区域立国 通过对M4号墓葬断代 考古队员判断 墓葬年代 大概属春秋晚期早段 此时的齐国 已经彻底平定了 郊东半岛 大大小小的东夷部落 完成了东至大海的地域格局 最次前一代 当时应该属于齐国的版图 难道M4号墓葬的主人 是一位齐国的国君 但齐国的政治中心 在当时的国都林兹一带 相比之下 郊东半岛无疑是一个遥远的边陲之地 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 为何会出现嘴子前古墓群 这样高等级的贵族墓地呢 考古队员决定 暂时告别田野的泥土 选择从随葬器物中 寻找解开秘密的钥匙 M4号墓葬出土的七顶中 有六个在形质上非常相似 文式也基本相同 应该是当时一种标准的列顶制度 但其中的第七顶 却和其他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就是在嘴子前四号墓里头 我们发觉过程中 意外的一个惊喜的收获 是在这个墓葬里出土了七顶九中 按照周代的理智 天资九顶 地方诸侯才能使用七顶 而这个墓葬恰恰就出土了七顶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这七顶呢 就是它和列顶之质还有差异 如果按照周代的理智 严格的规定来说 应该是形质花纹完全一致 大小依次地减 这么七个顶 而我们这七个顶呢 我们仔细观察 前面六个顶 它的花纹形质基本上是接近的 而最奇特的是最后那个小顶 它是呆盖的 显然与列顶之质是有偏差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七个顶之后呢 我们认为这个墓主人的身份 地位应该是略相当于诸侯这么个地位 形质不一的七顶 让考古队员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M4号墓丧的主人 很可能是竭力想凑齐七顶之数 表示自己的身份 其实已经到达了七顶的级别 带着这个推断回看之前的发现 九个边中的疑问 似乎也有了合适的解答 如果考古队员的推断成立 大墓的主人并非诸侯国君 而是自己违反理智规定 偷偷提高了陪葬规格 那么 墓主人为何会如此胆大妄为 他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一个个悬而未决的谜团 笼罩在嘴子前古墓群上空 在M4号大墓的发掘过程中 除了七顶九钟外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的青铜锂器 经过简单清洗和修复 这些器物已经开始展现当年的风姿 让考古队员惊喜的是 他们在其中发现了两件 带名文的大型青铜器 青铜器上的名文 往往是对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记载 通过对这两段名文进行考证 考古队员得出的结论 竟然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这是M4号墓葬出土的一件青铜眼 这件器物内部在铸造时 加上了四列名文 这些字式 陈乐军斗做其驴眼 用其梅寿无疆永勿之 陈乐军斗做其驴眼 用其梅寿无疆永勿之 整个意思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陈国的一个工匠叫斗的 做了这些器物 希望它世世代代永远用下去 我们经过考证 就是第一个陈字 我们发现了 这个陈字只有河南的那个陈国 是做这种左右结构的 而我们脚下这片土地 应该是属于齐国 而当时的齐国 它的陈字应该是上下结构 而东下面加一个土 因此就说明 这个墓葬是和河南的陈国 有源源关系的 春秋时期的陈国 位于今天的河南淮阳一带 与嘴子前相隔千山万水 陈国的宫廷重器 怎么会出现在齐国的墓葬之中 这令考古队员感到匪夷所思 但是随后不断出现的证据均表明 这一批器物可能出自陈国宫廷 M4号墓葬出土文物中 还有一件青铜鱼 大长口 身腹 腹上部有四只大耳 耳前段为瘦头柿 圆木张口 指折壁线 瘦角则变形为宽大的花冠 鱼 颈 腹 装饰繁入的盘龙花纹 整体造型神秘瑰丽 考古队员在青铜鱼口岩上 发现刻有七个传字 圣所献归下寝鱼 大鱼口岩上刻了七字的名文 我们做了一张塔片 在这场展示给观众 第一个呢 圣所献归下寝鱼 圣呢 它是指器物主人的名字 一个叫圣的 归呢 它是指陈国之姓 全文内容呢 表现了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叫圣的 浸现了一个归姓的 下禽所使用的鱼 经过仔细辨认 M4号墓葬出土的诸多铜器中 除了青铜鱼眼外 这件花纹精美繁复的青铜壶 形制特异的青铜铁 都是具有陈国风格特点的礼器 和兵器 考古队员最终确认 如此众多的器物 竟都来自遥远的陈国 那么 墓主人与陈国宫廷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这些器物又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 来到齐国的东部边疆 截至目前 最自前古墓群的出土器物 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历史信息 考古队员只能寄希望于浩瀚的史料中 希望可以从中找到一些 有关墓主人的蛛丝马迹 郭府不负有心人 在史记田径仲丸世家中 考古队员找到了一条这样的记载 公元前六七二年 陈国的太子陈丸 因为一场宫廷政变 被迫逃亡到了齐国 齐桓公封他为齐国的公正 掌管齐国的工匠营造 在得到了齐桓公给他的封印后 陈丸改为田姓 郭子丸投奔到齐国 说人的发展是需要有机遇的 他投奔而来 正好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 执掌齐国 因此齐桓公欲拜他为倾向 但是公子丸历词不受 他认为他是有最逃难到此的 说能够收留他就是万幸了 齐桓公后来就拜他为公正 掌管齐国百公和手工业 因为中原地区的手工业 是比较发达的 陈丸逃到齐国后 与一位齐国大夫的女儿结婚 按照礼仪做了一次占卜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下了这段补词的内容 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归姓的后代将来会在江姓的国家发展 从五世开始发达到了八世就谁也比不上他了 对于这段补词呢 我们后来考虑 这一定是在田丸奔齐之后 为了把就是他田丸奔齐这段史时 给所说的有依有据 然后这段补词有可能是后补进去的 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 田氏也在依仗强权不断扩大自己的封义 史记正义记载 安平以东 来 登 仪 密等州 皆自为田长封义也 安平在林子以东不到十千米处 也就是说 齐都以东的广袤大地都属于田氏封地 自然也包括东方的焦东半岛 难道这里竟然是田氏家族的墓地 田氏家族从陈丸逃到齐国 再到夺取齐国天下 一共经历了九代人的努力 那么M4号大墓埋葬的 又是田家的哪位主人呢 在史记招宫八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百三十三年 陈国又发生了另外一次宫廷事变 陈埃公原非正卿生太子燕师 二非生公子刘 三非生公子盛 后来就是二公子刘 在两个叔叔的辅佐之下将太子杀掉了 三公子盛不服 于是就跑到了楚国 就是要求楚国为其主持公道 但是没想到呢 楚国早有野心 就此将陈国给灭掉了 这个三公子盛就有引狼入室之嫌 这个公子盛在史书上就没有记载他去了哪里 直到这个墓葬就是发掘之后 我们发现大于上面那个第一个字 盛正是这三公子是盛 由此我们推测 当时公子盛携带母亲夏非 宫中的重器来到了齐国 圣与圣古音相近 考古队员推测 M4号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鱼 名文中提到的献戚者 圣 很可能就是那位逃亡的陈国公子 而他投奔的对象 正是当时执掌田氏一族 后来掌握齐国国政的田启 正因如此 名文中才仅有人名弃名 而不见任何庆祝予 田启收到礼物固然开心 而同宗之国灭亡 却终非可贺之事 至此 最此前古墓群的主人 终于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里就是当年田氏一族的墓地 其中等级最高的M4号墓葬中埋葬的 很可能正是齐国国相田启 第一就是这个墓葬出土的器物 是和成果有关 后来进一步研究就说的 这个公子圣 就是陈国发生的第二次空庆事变的时间 又是在公元前533年 正好这个时间差 能够推演出 当时就是田氏在齐国 这个发展的 这个就是具体到 某一个人身上 所以确定在田启身上了 通过不断的探索和仔细的考证 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似乎找到了最合理的答案 可以想象 当年田启不惜冒着被诛杀的危险 违反礼乐制度 用七顶九中的规格下葬 也许是对自己未能实现 王侯之梦的心理补偿 在陈国公子奔袭近三百年 田启专政一百余年之后 田氏家族终于取代了姜氏 登上了齐国权力的顶峰 实现了祖辈的梦想 历史上称为田氏代祺 这一事件和韩兆卫三家分镜 共同标志着中国历史 从春秋时期过渡到了战国时期 随此前古墓群的发现 印证了一段史书上 记载不详的历史 同时也把一场深埋了 两千五百多年的王侯之梦 暴露在世人的眼前 但这只是考古队员的初步推测 历史的真相 还有待于今后更多 更深入的考古发现 来印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